韩国瑜刚善造势晚会的现场 就在这个地方 舞台就在那边 所以到时候呢 这一条路都会挤得满满满 所以呢 有附近的大楼住户 干脆就不下来了 直接在阳台上看 你看那里 现在那边 一打开阳台窗户 望出去就能看到舞台位置 加上四周空旷 到时韩国瑜在台上讲话 也能听得到 才没有吃饭 他们就会先在这边看热闹了嘛 因为很多人嘛 那我嫂子就说 叫他来这边吃饭嘛 亲戚朋友来 不用下去人挤人 直接在这里就能看 阳台秒变 摇滚区 还能全家一起吃饭 楼上这位大哥也是 家里一样视野超好 十几位朋友 已经相遇 要在这里凑热闹 前几天有 今天早上又有两个 这样也要来 聊天啊 这边看啊 会场对面 就是以前眷村改建的社区大楼 高楼层的住家 只要面对舞台的 因为前方没有任何建筑物 视野都很不错 亲戚们跟风 不用担心找不到好位置 更热血的还有这些义勇军 好几位雾长大哥活动当天 不跑车赚钱要来挺韩 自发信要在岡山火车站 和南岡山捷运站再送 想来会场的 老若妇孺或是孕妇 我觉得我们就是全力 先把支持韩总 把他送进市政府 那把我们经济带动起来 我相信以后我们会赚得更多 不只计程车还有岡山在地民众 组成机车车队免费接驳 甚至还有50台的重机 也会一起加入 整场造势晚会 已经未眼先轰动 记者继博士 潘颖文朱显明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